又重复了 嗨大家好我是Tommy 是韩公聊的影片在 所以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Sasa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Sasa 其实我以前也完全不知道的 我以为是就是 就是好像国标舞一样的东西 地鲁好像 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就是第一个画面想到出来的就是 我很多姐姐在那边跳舞 跳舞都不能够你跳啦 是我跳 然后那些男孩子一定是要穿很近的衣服 透湿的上衣 然后还要开叉开到肚子的 然后那个裤子就一定要很近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五六四岁以上的中年男子 然后那个衣服有很近 然后他又有很可以的那个不能在那里 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时候有朋友就是叫我去看 就是去看他们的Sasa 那时候我就想 好来吧 然后我去看看啊 应该很好奇一下 其实我去到那我感觉我就吓一跳 是全部年轻人的 第二 他那根舞蹈给我的那个 他那种热情 他那种热情和那种 自由 因为他只要 你会跳 男的会跳 女的会跳的话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你们也可以跳完这首歌 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他这个 这个自由 然后你可以自由发挥 你可以就是在 当然你要跟音乐 他有Sasa的女性 会播出来 所以那时候就 第一次去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原来马来西安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跳Sasa的 是跟我想象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也是想现在跟马来西亚的朋友 或者是国外的朋友讲解一下 万一Sasa的这个来源 还有他的那个 因缘的那个特色会是怎样的 Sasa的原 就是他发源地是在墨西哥 然后他是从 Sasa的舞蹈 因一种舞蹈 缘缘而成的 其实他是先有 Sasa Music 然后才有 Sasa的舞蹈的 Sasa在 西八文文里面就是 Sauce 就是一种很辣的 一个Sasa sauce 其实Sasa sauce 的讲法是不对的 因为 Sasa本身就是Sauce的意思 所以大家 那 其实可以跟他说 我要一些Sasa就好了 然后他会带你去跳舞 然后 很多啦 然后 我讲很多啦 那 OK 然后我跟下一段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Sasa的 Music 是怎样的 然后他要怎样去酸 然后以后的 Music 以后的 Video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 他是怎样去跳的 他其实是 非常快的一个舞 但是如果你能掌握到 他的那个 Timing 其实是非常好跳的 一个舞蹈爱的 而且他 重要的是 不需要固定舞伴 你一个人去 如果你遇到一个女孩子 你邀请他跳的话 你会跳 你会带 他也会跳的话 他就 你们就可以跳了 嗨大家好 又是我啦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Sasa的 Music 其实Sasa的 Music 很多人会听到很混淆的 因为他的 Music 其实是非常的快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哇很难听啊 我不知道怎样去抓那个 那个 Timing 在那边的 然后我首先 其实他是有他的 那个 他的那个 Bug枕在那边的 如果我 我现在是一开一首 Sasa的 Music 给你们听一下 其实他是重复非常多次的 你注意这一段 然后他下一段又来了 你注意这一段 然后他下一段又来了 又重复咯 然后他下一段又来了 又重复咯 又重复咯 一段 如果你知道一段的算法是怎样 你就知道下一段是怎样算了 然后我叫你们算一段 1,2,3,5,6,7 1,2,3,5,6,7 它其实都是重复的东西 你觉得它那个它是有一个开头 然后它就是repeat很多次 然后有一个chorus 然后又重复在之前的东西 其实它是更容易的 它是比任何的流行也是更容易 如果你再听一次的话 听到那个bass吗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music来的 其实不会太难的 所以要敞进啊 在此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马来西亚的莎莎的地点 然后 还有它的时间 还有它的那个星期几的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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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